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的是让空气 让它注入进来 就跟打奶泡原理很像 所以你打的时候 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要稍微偏向一点 然后用这个茶浅充分把这个空气 搅到这个抹茶还有这个牛奶 打得越快越好 就让泡沫敷你 这种也会有像打蛋器一样自动的吗 这个自动的就没有准备 贵的难道不是在于 这是一杯张艺船做的 这个泡沫已经非常绵密了 还有声音 第三步 制作冰咖啡 接下来我们来做冰咖啡 第一步 当然是先放豆子 咖啡豆小贴士 因为豆子的种类有很多种 阿里比亚豆的话 主要是会选择一些混合口味拼配 我买的是一个自动抽真空的一个豆瓣 我有什么好处 有点 因为豆子会不停的释放艾尔化碳 所以说你为了保证豆子的一种鲜美 就拿这个豆仓把它放在这 它就自动会排艾尔化碳 随时保证鲜美 如果大家能闻到的话 其实可以闻到一种非常浓烈的咖啡豆豆香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打咖啡了 我喜欢喝浓一点的味道 然后就打一杯飞 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拌开 因为它这个时候可以去搅拌 现在在mix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这个转起来了 刚才因为搅拌之后把空气转进去 它打出来那个泡泡就特别像奶泡 因为咖啡其实喝了对人特别好 除了提神之外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长期能够防止衰老 这样有个风向 其实抛出这些原因 只是因为咖啡确实好喝 热巧喝热梅选一个 热梅吧 热梅吧 热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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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神 只提小时候热梅也很好喝 非常多的泡沫 这个泡沫看起来就特别像 像是牛奶 汁奶盖 对 但它其实并不是 现在我看它混进去 你看它其实现在做出来有一种 渐变色 这个现在就是一杯标准的抹茶拿铁 干杯 我骗你真的不加糖超好 真的尝一下就是 真超好喝 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请您想做什么 我特别爱做 我觉得特别好喝的 可能我还会多少准备 理论上 只要喝到的应该都会吧 包括什么厚乳拿铁 其实厚乳拿铁很简单 也可以教大家 但是也需要原材料 如果大家喜欢喝甜 其实我糖浆啊 奶油都有 只过我平时我自己 确实保持身材不易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的微博 我的vlog 拜拜